我从马来回来了 果然到了海边 才是真正的夏天 这都太快乐了 但我这次出去完 就主打一个松弛嘛 日用评价化妆品 就只带了这一小包 东西没有特别多哈 但每一样都是恰到好处 特别是它 这个东方宝石沐浴卵 哎好搭呀 这个是旅行装哈 家里还有一群这个 大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 但是我是从大学就用过了 当时这个味道 闻着就挺惊喜的 这次出去有了它 我连香水都没带 准度比香水还好闻 而且沐浴露嘛 味道也会更自然一点 因为落地之后 我发现马来西亚香水味 真的很重 包括我们打车 他那个司机还一直补偏香水 我已经说随便能怎么看 相比之下 我身上这个味道就是 浑身烟味的泥 怎敢靠近满身奶味的我 之前一直是用的 他们家水莲花香型的偏甜一点 但我这次主要就是去海边嘛 就带的这个海洋系列 就是它尖字都是尾海的流星亭组 它是属于淡香型 很清爽不会腻 有股淡淡的海盐和海藻味 和海边的适配度 真的不要太高哦 你们知道 普鲁斯特效应吗 就是气味唤醒的记忆 我现在闻到的梦回海边啊 真的好像再去度假呀 流香时间也很长 洗完第二天去海边 往海市香香的 不仅给人好意义 这样自己的心情也是超级nice 好咯 这次出去玩 还带了超级不好看的衣服 配澡香 当初片 下次给你们分享 拜拜 关注蜡蝶日哟